廖老闆講的話又錯了 覺得很扯啦 以後你們當老闆千萬不要這樣 夭壽 當老闆的 當員工的一定各自有各自的立場 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你該給員工的 千萬不要省 我們的公司好多孕婦 然後也生完了 這一點館長非常自傲 而且我們對於孕婦是特別寬容的 我們是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 孩子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棟梁 那我身為一個老闆呢 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廖老闆講的話又錯了 覺得很扯啦 以後你們當老闆千萬不要這樣 夭壽 我再講一次 我最討厭這樣的事情 廖老闆你不要當老闆 你當老闆就 當老闆一定會遇到 勞資的糾紛 糾紛我們去勞動局調節 該給你多少錢 我們給多少錢 我也不是沒調節過 我的員工 離職了也回來 去勞動局申訴也有 我們也是調節 當老闆的 當員工的一定各自有各自的立場 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你該給員工的千萬不要省 館長的企業 有接近 將近接近快 現在350幾個 全盛時期比較多的400個員工 現在350、60個員工 我們的公司很多人 都在公司相識而相戀嘛 那相識而相戀就會怎麼樣 就會懷孕嘛 我跟廖老大的不同 第一個只要我們公司 這些年輕人 敢給我 敢給我 敢寄 鐵子給我的 我一律 都是6000塊 以上 我有包過一萬二 看職位 育兒今天是3000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小孩的人 館長額外補你3000 但是你要提出證明 男生女生都有 男生女生都一樣啦 那如果兩夫妻 我們只補一次 那如果是 如果育兒今天我們是這樣補 如果有小孩子的話 男生也可以喔 我們是補3000塊 我們是補3000塊 對 然後不到幾歲 好像6歲吧 我都有交代各場館的人 只要 懷孕的 我們的員工有懷孕的 喔 要去做產檢 臨時性的 真的身體不舒服 我不扣心 直接去做產檢 那當然嘛 依據勞保 依據 勞動部規定 依據 勞工局規定 該修一個月 修滿修好 修滿修好 基本底薪給好給滿 我們不是留職聽心 就是你去生完小孩 再回來原職務上班 完全不會跟動你的職務 不會因為你去結婚了 或是說你懷孕期間 因為懷孕期間會有很多不便 女孩子懷孕的時候是蠻可憐的 那因為現在薪水 競爭力嘛 雙薪家庭 所以 都必須等到 女孩子都會上班 上到不行 八個月 可能受不了太大麥了 就跟公司開始產假嘛 代產嘛 我們都是 我們的公司好多孕婦 然後也生完了 這一點館長非常自傲 為什麼 而且我們對於孕婦是特別寬容的 我們是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 孩子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棟梁 因為 女孩子在結婚的時候 在懷孕的時候是最脆弱的 最需要人家幫忙跟關心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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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